每天三分钟,速览全国法治新闻。7月17日星期三,农历6月15。殖民色情网站草留社区四名核心成员被抓日前,黑龙将警方成功破获一起,特大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制作,传播言会物品案。犯罪嫌疑人唐某等四名核心成员,累计在全国发展会员2万多人,共即发布了银会色情图片2000余帖。 目前,四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提起公诉。黑龙将晨报微信公号。一、习近平在内蒙古考察指导开展不忘初心,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习近平强调,要牢记初心和使命,做好稳增长,促改革,调结构,惠民生,防风险,保稳定各项工作,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,幸福感,安全感,把祖国北部边疆这道风景线, 打造得更加亮丽。央视新闻 2、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成立70周年。习近平强调,希望文联团结带领广大文艺工作者,记录新时代,书写新时代,欧歌新时代,努力创作出无愧于时代,无愧于人民,无愧于民族的优秀作品。 央视新闻 3、李克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,李克强指出,经济运行在高基数上保持总体平稳,稳中有劲,一些指标好于预期,成绩来之不易。要保持经济平稳运行,推动高质量发展。央视新闻 4、郭生坤在今会见朝鲜中央裁判所所长江润时。郭生坤指出,希望两国司法机关加强交流与合作,分享法制和司法领域经验做法,为弘扬中朝传统友谊作出积极贡献。 中国长安网 1、最高检举行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主题教育集体研讨,即调研成果交流会张军指出,要真正看到差距,不其短板弱像,高度重视自身在思想认识,检查理念,担当作为,能力水平,连结自律这五个方面跟不上的问题。 中国长安网 2、司法部英文网站16日正式上线,傅政华出席网站开通一事。司法部英文网站设置了全面依法之国,关于司法部、新闻中心、政策发布、法律服务、互动交流六大主体栏目。 中国长安网 3、陈一新主持召开全国扫黑办第七次主任会陈一新强调,要坚持以破案攻坚开路,以打攒破网断根,以打裁断血绝后,以问题整改体制,推动下半年深挖根治取得更大成效。 中国长安网 1、国务院办公厅,近日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,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,提出要创新事前环节,加强事中环节,完善事后环节的信用监管,强化信用监管的支撑保障。 央视新闻 2、国务院扶贫办,下发通知要求贫困县斋冒后,一律不搞斋冒庆祝活动。明确各地必须坚持把落实约束机制,作为贫困县脱贫攻坚考核重要内容。 中国新闻网 3、中央纪委国家监委,近日印发监察机关监督执法工作规定,要求落实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、执法部门互相配合,互相制约要求。 4、明确互设案件的管辖原则,以及与检察机关,在案件移送衔接等方面的协作机制。 中国新闻网 4、外交部,针对美方官员称,中国使委内瑞拉人民背负债务一事。 外交部发言人16日表示,中委合作实实在在造福了两国人民,美方对此横加指责,只能理解为是一种酸葡萄心理。 中国新闻网 5、全国法院已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1443万人次,截至今年6月底,437万失信被执行人,涉于信用城届主动履行法律义务。 中国长安网 6、教育部、中央网信办等6部门,联合发文,从校外线上培训的内容、时长、教师、经营等多个方面,提出了具体的监管要求。 第一次从国家层面给献上教育带上了禁锢咒,中国新闻网。 7、联合国报告称,全球饥饿人数超8亿,这一数字已经是连续第三年增长,主要集中于非洲、中东和拉丁美洲的部分地区。 央视新闻 8、香港警方拘捕47名暴力袭警嫌疑人 香港警方15日发表声明表示,14日在沙田区发生部分示威者暴力袭击警察事件,警方共拘捕47名犯罪嫌疑人,其中包括29名男性及18名女性。 人民日报客户端 1、女子杜撰遭奸杀威胁,警方回应近日安徽马鞍山女子裴某,通过微博发布视频,称为一男子长期骚扰并威胁奸杀,报警求助无果。 16日警方通报,裴某相关言辞均为编造。 目前,裴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,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。 1、马鞍山花山公安。 2、警方严处江汉饭店火灾责任人14日,百年老建筑武汉江汉饭店突发火情。 16日,武汉警方通报,实名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犯罪嫌疑人,已被武汉警方刑拘,包括江汉饭店法人、董事长、总经理等。 at中国新闻社。 3、马来西亚被鱼炮炸死的中国游客,或死于谋杀5日,两名中国游客在马来西亚沙巴潜水被炸身亡,同时有一名潜水教练遇难。 15日,当地警方称,该教练即可能被人当作谋杀目标。 当被问及两名受害中国游客,是否同样被谋杀目标时,警方尽回应,炸弹不长眼睛,害外网。 4、女子乘半火车。 第一人14日,广东广州南站的三名旅客没赶上高铁,女子王某带头闯闸,将左脚伸入列车与站台缝隙处坐地哭闹。 目前,王某因阻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,被处刑正拘留9日。 at离视频。 5、科学家公布首张量子纠缠图像。 近日,英国物理学家首次公开了捕捉到量子纠缠的照片。 量子纠缠是两个粒子相互作用,并瞬间共享其物理状态。 爱因斯坦曾称,量子纠缠是幽灵般的超巨作用。 中国日报网,一、小偷未躲避抓捕频繁换装,堪比时装秀近日,安徽淮南凤台县,盗窃多写的犯罪嫌疑人陈某,被民警抓获。 经调查,陈某作案时频繁更换衣服试图躲避抓捕,而在被抓当天他就换装四次。 at 中国长安网,二、逃犯去派出所看网被抓朋友,自己也被抓,今年1月,黑龙将男子徐某在某个厅打人后逃跑,于7月10日下午被警方抓获。 徐某的朋友来派出所看网,民警觉得很眼熟,一查,真是警方追逃的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张某。 目前,两人已被警方一同送往拘留所。 at 看看新闻knews。 一、九岁男孩作文,把警察爸爸写成了精神分裂,爸爸温柔时像天使,生气时像恶魔,近日,江苏常州一九岁男孩写的作文火了。 他的爸爸是当地一名民警,因案件多,工作繁忙,常常好几天都不着家。 我爱我的爸爸。 在作文结尾,男孩这样写道。 他的爸爸看到这篇作文后,感到很温暖,也很愧疚。 现代快报微信公号。 二、农民工半夜徒步街头好心人接力送其回家12日凌晨,四川成都一名农民工拖着行李箱在街头走着,低哥汪过墙健壮,邀请其坐上出租车,并免费载他20公里回家。 原来,农民工身上的钱都给女儿交了学费。 乘客张斌听闻他的境遇,邀请其到自己公司上班,帮他解决了工作。 人民日报微信公号。 三、妈妈被坐兼职把婴儿放地铁口,网友自发筹款。 近日,在南京地铁3号县出口附近,有乘客看到一婴儿车旁,没有大人看护,赶紧报警。 事后得知,原来是婴儿的父亲费结和无法工作,妈妈为养家,就把婴儿放地铁口,自己在附近发传单,每几分钟回来看一下。 目前,已有超两千多名网友为他筹款。 新华社 一、美取消美墨边境第三国移民避难申请美方15日宣布,抵达美国与墨西哥边境的第三国移民,不能直接申请在美避难。 墨方表示,不同意美国的限制措施,墨西哥政府将维持目前的外来移民政策。 央视新闻 二、意大利警方搜查及右翼组织搜出一枚导弹。 意大利反恐警察15日在对极右翼团体进行的突击搜查行动中,收缴了大量军火吉拉翠宣传品,其中竟然包括一枚空对空导弹,并逮捕了三名极右翼分子。 在意大利警方公布的搜查视频中,还出现了一架战斗机的机身部件。 环球网 郑里